南無本釋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釋釋迦牟尼佛 無上聖身為妙法 愛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意 天台禪法的特質 各位必求必求尼 各位沙咪沙咪沙咪尼 各位居士 大家歐彌陀佛 歐彌陀佛 請放手 我們現在翻開講義第五頁 第五頁倒數第三項 《一代十教》 《一代十教》 它的內容 葬、通、別緣 四個內容 四種內容 是依著眾生的根氣不同 而有著四種教法 那麼他們分別有所屬的那個官法 以為修行之根本 根氣不同啊 應病與要的內容也就不同 那呢 根氣當然千差萬別 不過大分有四 那就藏教的人 通教的人 別教的人 元教的 藏、三藏教 主要就是指申文教 申文教法 什麼叫申文呢 聽聞佛的音聲所說 那麼呢 但以這個生死為冤家 輪迴為苦痛 六道為真實 卸脫為實際 那卸脫是真的 是實際有的 輪迴是冤家 六道是可厭禮的 我已經舉過這個例子了 如果你做夢 那夢中呢 夢醒了之後 你會發現 剛剛那個夢 即使再怎麼不好 那只是你夢中 覺得恐怖而已 等到你醒了之後 空空無大千 那根本就一場夢 那沒什麼 沒有內容 《紅龍夢》本來 就是寫這個意思 但是現在《紅龍夢》 搞了半天 現在在研究裡頭的 什麼文化啦 什麼思想啦 全是狗屁不同的東西 那人家 他本來的意思只是說 在描述一種人生如夢 可是人生如夢 怎麼描述 他恍恍然地用一個很龐大的一個 當時一個觀幻家庭的一些情感 還有這個觀幻家庭的內在內部的生活 這一類的 然後透過這些思想行為來表達 人生就是一場夢 可能對文學家來講 他只是希望把它說出來而已 可是他裡頭有個根本的想法 他那個《紅龍夢》 那個《夢》的根本意思 那就是說人生是一場夢 後來結果就是有人去出家了什麼的 那個結果這個文學所描述的 有人去出家 似乎是說 骆驼了 這個不得志 不是這樣 佛法是看清楚了 是一場夢 所以說夢境不是 不是可怕的 也不是說 你不敢去面對的 而是說 那個不真實啊 有人說 我失戀了 我出家 生意失敗 我出家 我看這個政治太糟糕 最近不是有老兵嗎 老兵就是 我要死給你看 我要去死 那個什麼 怎麼會國父變外國人 讓我死給你看 像這樣 那這樣不會的 人間呢 看透了之後 他不會去想死 也不會想活 那就是 如實的過生活 這個時候 生命中的愛恨 即便你還不能超越 你也知道他 不真實 那麼這樣子呢 就看透了這個夢境 這樣子 生死是不是冤家 輪迴是不是可痛 理論上說 對凡夫當然還是 可是對看清楚的人來講 他理論上他知道他不是 不過實質上他還會就是 為什麼這樣實質上還會 為什麼這樣實質上還會 也就是說他知道那個是夢 可是還是想做夢啊 有個男人說要娶我 有個女人說要嫁我 有個人說要跟我做生意穩賺 有個人說這個 我爹我娘說這財產要留要傳給我 就很滿足很滿意 明明知道這是假的 但是還是動不掉 動賣條 還是想要去去touch 去去接受 這就是理論上知道 可是實質上不能超越 所以我們不能夠隨便說 輪迴沒有的啦 沒有輪迴的啦 沒有成佛這回事 理論上究竟的佛法是沒有的 可是對於我們這凡夫是真實有的 因為我們就是喜歡投入這夢中 可是對藏教人不同 藏教人是天生他就認為那是實在的 實在 輪迴就是真的 所以生活也是真的 修行修行的方法 以及依著修行的方法 抗拒輪迴 這件事情也是真的 我問你 誰能夠在夢中殺老虎 夢中殺老虎 你殺了哪一隻老虎 沒有老虎的屍體 也沒有 也沒有那個殺老虎的兇器 也沒有的 是不是這樣子啊 但是他會認為那是真的 對於大乘人來講 那麼呢 他認為 夢中殺老虎用的刀是假刀 殺的老虎也是假的 所以我修行方法就是那把刀子 超越輪迴也就是殺的那隻老虎 那老虎是假的 輪迴是假的 可是我還得如幻的去超越他 超越的方法是佛法 那也是如幻 所以佛陀在金剛經講啊 我說法四十九年 未說一句法 對啊他如果要真說法 那夢中的東西 怎麼會有真一字法呢 所以這夢中殺人不能定罪 夢中殺老虎 也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兇器 也沒有老虎的屍體 讓你看 大乘人是瞭解這樣子 所以說夢中明明有六趣 絕後空空無大千 是根本抓住這個意思 這就分大小乘 那麼小乘就藏教跟通教 大乘就是別教跟原教 這兩類 所以各有兩類 那麼呢 小乘的頓跟人叫藏教 他很頓 你跟他 當然大乘法他是不懂 即便他要修小乘法 他是用悉空觀 悉空我上一堂課我已經講了 解悉 事 物 心 色 色心二法呢 是緣起 和和 無自性 解悉他 怎麼樣解悉 你要吃飯 我咬啊 我咬 我咬 咬為什麼是咬 我的意志帶動我的 這個蛇 牙齒咬 這一咬了之後 兩蛇 生靜什麼什麼 那覺得有味道 怎麼很好 這都是和和的 這緣起性的和和感 然後你覺得很貪愛他 這貪愛也是和和 因為過去的經驗 所累積起來 然後這樣子呢 你知道 你看清楚 在靜中看清楚這樣 這洞中的禪 你也可以看到這樣 靜中你觀察呼吸 再數呼吸 這吸進來 到身體裡 每一個細胞都在那裡 接受那個空氣 然後吐出去 每個細胞都吐出去 後來吸進來 吐出去 你越來越 感覺那個細胞 越來越沒有真實性 原來你的身體 是有好多細胞 一一組成的 一一組成的 那種感覺 你越來越發現 那哪是念頭 每個念頭也分得離得很開 離得很開 這個念頭跟念頭之間呢 是無我的 那種感覺越來越強烈 最後每一個念頭 本身再分析好多念頭 你會發現 除了念頭的個別產生以外 找不到我 好 你一一去看到 身 心 色 法 心 法 本身 在解析的過程 在定的觀察之下 越來越斷離了那個 相互連結的關係的時候 你會發現 呼吸只是呼吸 細胞只是細胞 那麼念頭只是念頭 怎麼也找不到一個我 怎麼樣也找不到一個我 這就是細胸觀成就 這叫現見空性 這樣叫現見空性 那你就覺得很爽了 對不對 我解脫了 我問你 你本來就不應該認為有你 現在是你把它看到沒有一個你 然後你就覺得說你解脫了 這個時候你就誤認為無我是解脫 這就是孫文人的方式 所以他就死抓了無我是真實的 問題是 那無我是真實的 無我本身 無我本身 的緣起性 是不壞的 所以他不會認為無我是真實的 他只是回過頭來看到 無我本來就不應該執著為我 可是我也不需要認為無我是真實的 一切就只是流轉而已 那既然是流轉 流轉的本身就是真實 換句話說 輪迴的本身就是真實 這就是跳到大聖人來 可是身為人永遠沒有這個機會 他不喜歡聽這個話 他不學這個事 所以法華經四大菩薩 迦瑟尊者 穆劍蓮 瑟利佛 他們都說我們已經了知正得空性 我們對佛所說大聖法 憂愁不喜 我們不喜歡聽 即便您老人家要我去講般若法門 對待菩薩根系的人 小聖人就對大聖人講什麼 講般若法門 那是胡作叫我講的 我是知道這個道理 可是我覺得這個好像沒什麼作用 我不想修 也不是我能修的 我也不覺得它很什麼重要 在法華經上 這些僧文的菩薩他就是不動 即便我聽說了我也不相信 何況今天是根本沒聽說 在南洋一帶的僧文人 他是沒聽說的 每一天說和他禁用什麼方法 禁用禪定觀察 無我 緣起上的解析 讓人很快得到愉快利益 所以現在台灣有很多人跑去學小秤 就是這原因 這樣了解嗎 那這是根性的問題 理論上我們也不必說他好或不好 可是對於學大秤的人 你不要倒過來 丟掉大秤學小秤 也不要甚至於 好吧算了你去學你的那個 神文法 你不要說那才是佛說的 你仔細想一想 那怎麼會只有那個才是佛說的呢 在畢竟空當中 是從這樣子的神文法當中 再更深刻的了解空性 諸法不至生 不無因生 不共生 諸法不至不他 不無因不共 世種都沒有 所以說世故之無生 既然無生 輪迴無生 成佛無生 通通是無生法 唯有這個才是中道實相 當然中道實相還有更深刻的 更深刻的道理 那起碼你要懂得無生 的道理 好 那麼通教是什麼呢 通教他是體空 他比較 根氣比較深 比較強 他還是認為呢 輪迴十勇 那麼 佛法真實 成佛也是真實的 不過他體空 也就是說他不需要由定中呢 來去體會到 一一的什麼呢 一一的念 一一的元素 一一的色法上的元素 或者一一的念頭本身的不真實 他不需要再這樣 他就在合合相當中 就體會到 他的不真實 合合相啊 你看我們身體本身就是合合相 不真實 當體即空 不會經由分析 這樣的根氣更利了嘛 是不是這樣子啊 他的觀察 不必再這麼樣子的抽屍剝繭 他一眼就看穿了 就這個合合相來說 他就能夠成就 空性見 好 這叫做通教人 這只是兩種人 身文人 可是通教人因為根氣利啊 他有機會怎麼樣 有機會通向大乘 所以叫通教 懂嗎 依於身文法通向大乘 或者倒過來說 現在人嘴裡講的很多 都說我說大乘 我是信仰大乘 其實他所講的法 通通是身文法 我們也可以名為這種人 是通教人 不過他的觀法就是體空 就在合合相中就能觀察 他當下是空 然後呢 接著呢 這個 以上二教但有空觀 而無假觀跟中觀二觀 後二教則反之 懂的意思吧 就藏教跟通教只有空觀而已 你就是解空 就只知道空 可是到了通教 通教的後衛 進入了別教之後 他就開始了解了 有假跟中 什麼是假觀 假觀從空出假 他了解說 欸 我說空是假 空是不可得的 其實 也沒有不可得啊 因為他所謂的空性 就一直在這個世間當中的 萬事萬物的流轉當中完成的 你說佛正得佛了 正佛了 正得佛果了 不是佛就消失了 釋迦佛還來度眾生 阿彌陀佛在極的世界 要師佛在東方流離世界 好 那麼呢 大通至聖佛在九遠節已成佛 現在還在各個世界度眾生 多寶佛呢 現在還在這個多寶塔裡 隨處講法華經從地湧出 而為護佑讚嘆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說成佛也沒有消失什麼啊 所以說我們會發現到說 空好像說一切法不利 其實一切法不利是針對那個凡夫 要執著一切法 我們才用這個對字的說一切法不利 請問怎麼會一切法不利 佛也還在啊 佛也在度眾生啊 在法華經上講佛根本沒入滅 還在法華會上講經說法啊 對不對 那麼智者大師 他送藥王品的時候 仍然入法華會啊 怎麼會一法不利呢 是 不捨一法 萬法皆利 是 萬法深然啊 這樣了解意思嗎 所以說阿彌陀佛極樂世界 怎麼會是 怎麼會是不合乎空性 從空出假 所以能力萬法 這樣了解嗎 所以空性 空這個觀念啊 只是 扭轉你的直曲 並不是破除世間的存在 好我們說 我們看透了這世間的如夢 你看透 你看透的同時 這個世間一樣 Sunshine Sunlight 對不對 一樣是太陽來太陽落的 是不是這樣子啊 一樣是 花來花落 一樣是人來人往 對吧 所以說 這一些呢 當下是空 可是不壞妙有 為什麼叫妙有 其實那叫有 對凡夫來講就是有 對不對 就是存在在那 什麼叫做有 有就是真實的存在在那裡 叫做有 可是這裡的有 不是指真實的存在在那裡 是 如幻的存在在那裡 因為你已經了解空了嘛 是不是這樣子啊 那我問你 嗯 我們剛剛講夢 你說夢醒之後 是春夢了無痕 請問 你夢醒到哪兒去啊 有沒有一個地方好讓你去啊 啊 有沒有一個地方好讓你去 世尊成佛了 他也沒有離開這個世間到哪兒去啊 他還在這個夢境當中 跟我們你我過日子啊 所以說我們講夢醒了 對凡夫來講 這些這些真實的存在 我們說他夢醒了 他還是存在 所以真空中出的這個妙有 我們之所以講他是妙有 就是因為他是夢中的境界啊 我們永遠離不開這個境界 離開了那個境界 找不到空性 不要說夢境找不到 離開夢境 當然夢境是找不到 你連空都找不到 所以就在妙有當中 有空性 所以不壞空性 可是就在這個空性當中 如實的存在這個妙有 所以空跟妙有 本來就要一起存在的 他不是隔離的兩個東西 這裡叫做空 這裡叫做妙有 不是這樣 那你說阿羅漢正空 那又是什麼意思 他只取那個空了 他誤認為有個空 這個空是跟有是不一樣的 這就是他的小秤 的關鍵點 這項就是陰伯的組織 他死直的地方 他直取的地方就在這裡 不過這樣子他能解脫 因為他執著空啊 所以他就因為執著空 將將好無我 因為無我所以沒有輪迴的主體 所以他剛剛好能離輪迴 這樣了解了嗎 這樣了解了嗎 是這樣 佛可不用離開輪迴 他隨時進入輪迴當中度眾生 可他老兄 神文人老兄 他就將將好不離輪迴 這樣懂的意思了吧 好 所以要進入妙有 妙有是菩薩的認知的境界 或者菩薩操作的境界 因為妙有 所以我不直取那個空 他一定是有空建的 沒有空建不能建妙有 那就叫實有 就是我們凡夫 我們現在的環屋 要建立什麼人間淨土了 大法師講的那個是有另外的意思 我說我們凡夫的人 建立人間淨土 要趕快收那個什麼 不是供養金 叫做什麼呢 叫做那個 叫做那個 做功德的金 你要來建醫院蓋學校 好建立人間淨土 這種話只是對字意 根本不是真是意 人間怎麼可能建立淨土 我就跟你講 一群看牛班的人 怎麼可能是一等班 怎麼可能考上一等學校 你本來就是看牛班 沒有錯啦 現在叫做不能夠能力分班 可是你的程度 本來就不是讀 讀一等大學的人 你把這群不能讀一等大學的人 集合在一塊 你也不可能因此讀一等大學 一樣道理 根基就是這樣子 來沙婆世界的就是一群什麼呢 一群基本上能守 我是指人 基本上守五戒 可是貪愛還很重的那群人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他守五戒還不睡太餓 可是貪愛甚重 既然有貪愛就自私 那自私怎麼可能有人間淨土 就不會有 那怎麼不會有 那現在有祖師大德講 人間佛教 人間淨土 那是對自義 那是因為害擔心了 有人把佛教拿來當作逃避現實 違背社會責任 不承擔社會責任的 這樣子的一個藉口 以及面對社會上 對於宗教資源過度集中 而產生一種不平衡心態的一種什麼 對自的意義 那叫你修行解了脫生死 能夠做脫利亡 大部分人做不到 大部分人做不到 可是大部分人還得學佛啊 那這群學佛的人 你能夠讓他做什麼呢 整天念阿彌陀佛他念不下去 那麼整天聽經聽不了 沒辦法那怎麼辦 讓他做點通世俗的善事 聽到有嗎 叫通世俗懂嗎 蓋廟蓋醫院 蓋學校 講世間的好聽的話 講世間善良的話 帶有一點解脫味道 帶有一點超俗的味道 這樣子的話 很多人都在講 很多師父們都在講 對吧 那聽了 好棒喔 好好喔 我們上人好厲害 為我們上人 我們師父 我們大師 我們什麼 才是真正的佛教代言人 你不要對他生氣 他那些人就只能知道這樣而已 那連那是藏教的什麼呢 預備班而已 那還都不是藏教人 那你就不要對他生氣了 那哪裡是佛教的什麼呢 不共法 那是佛教的共法 佛教有五法 人 天 羅漢 菩薩或者叫原覺 或者叫佛法 佛的法 佛的法 菩薩的法 那麼原覺 身文人的法 還有天人的法 還有人的法 那就是最低階的人的法 那你不能 那個法師們不這樣講 長老們不這樣講 你讓那一大群人能怎麼樣 那一大群人就把多餘的錢拿去釣魚 拿去搞政治 拿去搞民生 拿去做壞事了 你把它集合起來 來來來來來來拜禅 來做水路 錢不要亂花 來做這個事 那做完了我們就說 我們拿著錢來做什麼福利事業 他就好棒喔 我就信佛了耶 他信佛的很開外的事 那你不要把它說破 何以顧 你說破他不高興 他還說你不隨喜他 他還說你毀謹他大師 你懂意思嗎 所以說不應該這樣子來對待那樣子程度的人 在網路上面有一群人啊 他就說 佛教為什麼只是講感應 佛教為什麼只是講拜禅 佛教怎麼只是在那裡告廟而已 我說大部分人就喜歡這樣而已啊 你再不這樣 佛教什麼事都沒辦法教他做了 因為這類人 丁世人是牛 你這世人叫他做修行 人哪有可能 上輩他是牛 豬馬養狗 是不是這樣 上輩他還在那裡 只是有一點善心而已 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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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現在才來學佛 你覺得他能夠做什麼大修行人啊 你想修行 你就好好的伸三鼓叉去修吧 你就好好的剃度去修吧 你不要在網路上放訣詞 你不要笑人家不好 那你說那長老大德怎麼都講那樣 因為他是長老大德 他已經讓那麼多人依靠了 而信徒越多 因為大術法則啊 程度就會相對越差 被他平均拉下來了 是不是這樣子啊 是不是這樣子啊 因此他沒辦法講聖僧的法 當然他也不會講太世俗的法 他才講一點點世俗 然後又有佛法內容的 今天你們所聽到的大部分都是這些 不要難過 這本來就是大術法則 懂意思嗎 那這樣子你要更了解 少分人要走向卸托 那是更稀有難得 那趕快去做 這就是所謂的什麼呢 妙友的觀念 這種觀法 這種認識就是妙友的觀念 了解了嗎 了解了嗎 有點深 但是你用世俗的概念去體會它 所以說空信中你要獻起這個妙友 你沒有空信 那個就是實友 我剛剛講凡夫的實友 所以唯有在空信中要獻妙友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啊 即便我講空 萬法不少一樣啊 是不是這樣子啊 所以溢於空萬法又不少一樣 這樣子的友 就不再是我以前認知的友 現在知道他是空 然而他又不少一法 這個時候 這種友 不明為實友 而明為 不可思議 妙友 這樣懂了吧 就是出友了 所以 就假觀 就是為什麼叫假 相對於真來說的 我們都把它認為真實 所以相對於真空觀 真空 所以我們知道妙假 假觀 這樣聽懂意思了吧 這是一個取名字 用這個假 就相對於這個真實 你把它只取為真實有 那個意思來講 我們講假有 其實這個假不是虛假的假 是不可思議假 這樣懂意思嗎 懂意思嗎 這個假不是一個壞的名詞 是針對於 相對於真空 我們說假有 這對照詞 它沒有貶次的意思 好 再來 可是空跟有 很難誤 接下來就難誤了 接下來還有一個中 所謂的中 是指的 不可說空 也不可說有 對吧 是不是這樣 因為你執著他廟友 這本身 還是直取 他終究 雖然他已經建立在空殤中 菩薩能夠在廟友當中 行一切的法門 可是他終究有眾生可渡 他終究還在行菩薩道 他的菩薩道是廟友沒有錯 他不直取沒有錯 可是他還是不了解 整個事情的真實意 是什麼呢 是不生不滅 無來無去 是無佛無眾生 無佛無眾生 可是就在有佛跟眾生的分別當中 說無佛無眾生 所以他是離了空跟離了假 內心裡頭呢 陷見什麼 陷見那不可思議的實相 實相也就是他存在在那兒 你用假的觀念 你用空的角度看他 他就是空性的 他本來就具足空性 一切法皆空 五一法不空 可是你用妙友的角度來看他 一切法皆假 五一法不假 可是 他更進步的了解到 說空是對字義 對字凡夫的執著 說假也是對字義 對字二稱人 阿羅漢的直取真空 所以這兩種都是對字義 我都不說 我也不直取 我了知呢 這個法界呢 是由 不可思議的 忠道實相 所認識的 那是什麼意思呢 我剛剛說了 我說我見得空性 我看穿了這世間 阿羅漢看透了世間 他還是跟你們說 拜拜 再見 我要去成我的阿羅漢 成就 不受後友 不受後友 所作接伴 他認為他所作接伴 他還不受後友 不受後友知道嗎 就不再輪迴了 那就直取在哪 人間的輪迴呢 他說對不起 我無能為力 下輩子吧 下輩子你 我給你歸一 種下你下輩子得度的姻緣 那再見啦 他就這樣 他走他的路 你走你的路 這樣就分別了 所以你還在那 那麼我進一步的講說 妙友呢 妙友是 我了解到 我即使見空性 這一切的境界仍然在了 包括我 我自己還在 我也不 直取這個空 然而問題是 那是怎麼在的呢 是什麼事情認識他能在呢 是什麼事情認識他能在呢 對菩薩來講 對別教的菩薩來講 他還不是能體會 你只關到假的時候 你還是體會不了 你唯有進入中道 你才會發現 那個假不存在生 也不存在心 不存在色法 也不存在心法 你說是一念心 認識這個法界 可以這麼講 你一念心 有三千法界 他一念心 也三千法界 心本無生是因盡有 我的心 逆心不可得 可是我的心 在你的法界中 我跟 你有交互的關係 所以 你我成為 父子 兄弟 夫妻 染愛 怨腦 恩情 種種的關係 他 也在我的心中 我在他的心中 這好像鏡子 互相照 你說是誰 照了誰 沒有 整個世間 就是一堆鏡子 照出來的東西 鏡子的東西 當然是假的 可是你鏡中有我 我鏡中有你 認識在哪 什麼叫鏡子 心體 叫鏡子 可是心體 那請問先有心 才有那個鏡子的內容嗎 當然一般來講 是這樣 對不對 你是不是先做一個鏡子 不然才有鏡子來照問鏡 是不是這樣子 不是的 這是人家比喻用 這是比喻 當然會先有鏡子 就先有心 心就是鏡子 但在真實的意義上 心不可得 外境的東西也不可得 密心不可得 外境不可得 外境就是什麼 三千世間 心就是什麼 一念心 一念心跟三千世間 同時存在嗎 也不是 同時存在就變兩個 對不對 我跟你 都在那間房間 我跟你都在房間裡 同時在房間 那不就是我跟你兩個嗎 當我們講同時的時候 一定是兩個東西 才叫同時 是不是這樣子 可是偏偏又不是兩個 叫做不易 叫做不易 懂嗎 但也不能說一個 那一個我就不用講兩個名字了 什麼叫一個 就是三千跟一念心是一個 一念心極是三千 三千極 三千就是內念心所成 不是 就是內念心 內念心就是三千 也不對 那這樣就叫做一 不易不易 就是龍樹古早所說的 不易不易 不易不易 所以一念心與三千 這建立的 什麼叫三千 我這一念心之外 所看到的一切都叫做三千 我望出去的都是三千四千 當然也包含望著我 也是三千四千 就是這一念心所圓的一切境 都可以叫做三千四千 請問是一念心仙 還是三千四千仙 就仙有雞還是仙有蛋 就頭痛了 來來來來 認為是一念心仙的人舉手 那三千的人舉手 大概都 你都不想舉手了 那可是兩個人都在嗎 兩個人都在 兩個人平衡 那叫做恆 同時在 那也是兩個 所以你有沒有注意到 一念心才有三千四千 可是心本無聲應盡有 三千四千要有才有心 所以離了三千四千沒有心 離了心不會有三千四千 那這樣子兩個又相依 可是它不兩個 可是又不能說它一個 而且它還時間上來講 它不前不後 不能先有心才有三千四千 也不能先有三千四千才有心 糟了 所以這個四千本來就有三千 叫做有 妙有的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可是這妙有當中呢 一法不利 這密這個妙有 一法不得 所以是又回到一念心來 所以它是空嘛 可是雖是這樣子 這一念心呢 密不可得 也不知一於何而在 心也不知一於何而生 進入 所以說空說有 皆不中 可是它當下即空即有 又有空的功能 也有即 也有妙有的現象 所以它是不可思議的中道 這個時候才能夠真正講妙有 我修正一下 這個時候講妙有 才叫做不可思議的妙有 這個時候講空 才叫不可思議的 空 已經不是僧文人的可思議空了 他多少僧文人已經跟你講過了 它是可思議的 這樣聽得懂了吧 聽得懂了吧 聽不太懂 以下所說的 整本要說的 除了附註以外 所說的通通是這個道理 這個課已經講完了 等到這就講完了 有的人會很奇怪 他第五頁講 講三四堂課 這對還不對 因為除了這樣沒有了 天台教法就是這樣分別的四種 就是分別三貫 三貫 圓一念三千 一念心 這一念心是什麼心 一念心是什麼 第六意思 能知的心 能了別的心 就這樣就好了 能了別 不是那第八意思喔 第八意思凡夫 能受用但看不到他的 太惟系 身文人的禪定都看不到他 所以學惟事啊 只是學概念而已 你也修不到他 你也看不到他 能不能修是因人而異啦 這我就不敢說 但是凡夫是看不到第八意思 我們受用他而已 算是受用 所以諸位了解嗎 所以什麼叫一念心 就是第六意思的什麼 能了別的心 了別好 了別不好 了別愉快 了別愛恨 了別直取 了別罪 福這一類的 能了別 就一念心 了知三千境界 這樣子呢 三千境界與一念心 即空即甲即中 這三千境界與一念心 空甲中三地圓融 三千四間寒涉你自身的五蕊 自身的五蕊 也寒涉一切眾生 也寒涉什麼呢 這三合大地 所以三合大地 五蕊四間 五陰四間 五陰四間 還有眾生四間 通通是這個什麼 通通是這個 通通是這個什麼呢 三地圓融 空甲中三地圓融 了解這樣 別教人要分別觀 先觀空 後觀有 再觀中 關境是 空甲中 格愛的觀 原教人 極空極甲極中 一切法皆空 一切法屈空 無一法 四驅不過等 無一法不空 一切法皆假 無一法不解 萬法皆屈於假 一切法皆中 沒有一法不離中 舉中即含有空跟假 舉假即含有中跟空 舉空即含有假跟中 所以舉一地 任舉一地即聚其他二地 當下一地即是三地 這樣懂嗎 這就叫原教 他的觀察是這樣 所以我們修本來就要修這樣的法 你說它太難 太難 造業是最難的 你都造這麼多了 修行那有什麼好難 佛陀是這麼教人 你還有什麼好難的 就是因為沒人說 你才誤以為難 因為你難 你還能整天在那耗著貪婉的事 愛兒愛女 愛丈夫 愛太太 愛政治 愛選民 然後愛哪一個候選人 在那七上八下 你的心往外跑 你當然覺得這個難 君子之道無他求其仿心而已 這孟老先生說的 世間的聖人都懂得求其仿心 仿 懂的意思嗎 跑出去的心 叫仿心 仿就是仿 那個字要唸成仿 仿 仿 走起了 仿仿 忿 忿 忿佛喔 你真忿佛喔 這樣 這個仿心 那個 你就把他找回來就好 那他就當下就能修 好 那麼這個呢 是但有這個什麼 不是這個 而無假中二觀 後未又叫做反之 別教為別菩薩法 乃全教菩薩所獨修之法 這個別就是什麼了 你特別別於其他 你就只有你這個方法這樣修 以赤第三觀為觀 剛剛講了空甲中三觀 慢慢的修上來 叫空 赤第三觀為觀 原教為究竟佛稱之法 乃大稱原頓終極之教法 以一心三觀為觀 此一心三觀正是天台叛教中 最為究竟的指觀法門 他依於根性的不同 又分三種修行方式 注意喔 原教的修觀就是一心三觀 一心 懂嗎 一念心 聚足三千法界 就這三千法界 當下極空極甲極中 不是一千空一千甲一千中 不是 三千極空極甲極中 極就是說當下就是 恰恰好事不多不少 他就是 不需要分別 那麼呢 但是因為你根氣的不同 又可分為原頓止觀 三種方法 而所謂的原頓止觀 這三種方法中 最為直接了當 怪獸究竟的方法 也是天台禪觀中最殊勝的所在 我們好像上次有念到這裡 是吧 這就總說了 原教是指一心三觀的修法 可是一心三觀的修法 它又依於根性的不同 分成三種 所以原頓止觀 不定止觀 再來是嗎 四地止觀 這樣懂嗎 指跟觀是同時併用 好 那麼磨合至觀 眷一上云 現在我們唸了 天台傳 南越三種止觀 一 見識止觀 二 不定止觀 三 原定止觀 見識大聖家 舉人師相近 同意止觀 為三根性 說三法門 為三根性說三法門 不是為 那麼這段話是講什麼呢 我們來念一下 這是說明了天台原教止觀禪法的總綱 始終如前表所示 四常波羅蜜與小止觀 全見識止觀 六秒門全不定止觀 摩摩之觀 全人論止觀 然而已如先述 十三種止觀 既然皆是大聖連教之法 因此同樣見識相為所觀禁 而且同意為一心三法 所以今世解釋超斷魂之明 因此此觀而止 無非摸合 即是一心三止三觀之此觀也 對 其實包含三種止觀在內 可三種止觀就是什麼呢 都是原教的止觀 統統以實相為所圓境 也就是什麼呢 也就是觀察一念三千境界 無非是空甲中三地圓融 這樣了解嗎 可是方法用的不同 一個見識修 一個不定修 一個是圓頓修 你暫且這樣先了解這個概念 怎麼圓頓 怎麼見識的 這個稍後 我們有機會慢慢的跟大家講 對不對 就是你要分別這樣清楚 這個就不難嘛 這只是說明而已 對不對 好 這樣了解吧 那麼所以說呢 止觀在天台的特別的用法 其實專止的是什麼呢 是大乘究竟的佛乘所說的 一心三止三觀 這一心三止三觀 那麼在前面講的這個 六廟門是不定止觀 小止觀就是什麼呢 同盟止觀 還有四禪不若密 是劍刺止觀 最後唯有這個摩侯止觀 全的是圓頓止觀 不過這個這個 就大體上說了 當然他們個別 當然都互有影子 是這樣 那麼這一段呢 前言的總說的部分 我們了解了 所以總說的部分 在最後再做個結論呢 那就是說 我們講天台的止觀 尤其是指的 是指原教的止觀 這原教的止觀 其實就是什麼呢 就是一心三止三觀的止觀 那麼這個就是同源十相的內容 接下來我們看第二小節 叫別式 分別個別來解釋 這個三種止觀 那麼我們念一下 那麼他們之間有何種差別 和其天一三塔 摩合此觀見一相 對這三種止觀之相嗎 各有經道之說明 彼是天使之觀之相云 見者出簡後生 出簡後生 獨一聽人 又雲見出一知十相 為十相難解函行 而見之一解一心 為解乾脆相陣 自我邪道三苦 大三三好 自修殘兵 自立善亡 大色五色兵法 自修乳肉 自三解禮 大念喊道 自修慈悲 自女自身 大菩薩法 最後方修十相 十二殿天 大上諸道 自為出簡後生 見智子觀相 好 這見智子觀之相 這摩合子觀說了 什麼叫見智呢 就見見的加深 簡單講就這樣 那麼出淺後生 如筆梯燈 樓梯這樣一路路走上來 可是呢 你剛開始修你就知道了什麼 你就知道十相 懂的意思了吧 別教人呢 剛開始修 他也基本上算是 可是那個修法本身 他是三冠次第修 這裡頭呢 剛開始修 看起來好像也是 什麼這個那個的 可是他都是三冠原修的 還是不同 這點還是跟別教人不同 所以修冠的內容 也就不同 那麼剛開始知道十相 這尤其是原教人 所能體會 所體會 理論上說 其實別教人 剛開始並不知道 並沒有辦法知道 實相 那麼呢 但是實相 難解難行 尤其是難行 你根本不知道 你怎麼行呢 那麼呢 而見智是 易解易行 這個中瓜湖裡頭的是 我把他加上那個文的 我把他加上去 你比較好懂 古人寫東西很簡料 那麼你會 你把我加上去的那個 把他遮掉 你會看起來比較不容易懂 現在把他加上去 你就很容易懂 你譬如說呢 他首先是 歸一受五戒 歸一就是翻邪顯正 歸正 叫做歸一 那麼戒就受五戒 古代佛陀在世的時候 這兩個是一起做的 好 那麼呢 我們先解釋到這裡 那麼時間已經到了 下一堂跟我們繼續說 向下文常 復以來日 我們回向 眾生無邊誓願度 眾生無邊誓願度 煩惱無盡誓願段 煩惱無盡誓願段 法門無量誓願學 法門無量誓願學 佛道無上誓願成 佛道無上誓願成 至歸一佛 當願眾生 當願眾生 疲解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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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無上誓 法無上誓 知歸一佛 知歸一佛 當願眾生 深入經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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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悔如海 知歸一生 知歸一生 當願眾生 當願眾生 同理大眾 同理大眾 一切無愛 一切無愛 願意此功德 願意此功德 莊嚴佛淨度 莊嚴佛淨度 上報是眾恩 下其三度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止以報生 同生极樂果 南無無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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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無無彌陀佛